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話直說一分鐘 近日,彭博發表一篇報導 披露行政長官尼家超有意 在11月前取消入境隔離措施 為此提案在政府內部存在分歧 有指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希望收緊社交措施 對此,盧寵茂於9月4日的網誌中 反駁彭博所言,批評報導失實 令市民不以為政府在抗疫策略上有矛盾 目前,本地防疫壓力與日俱增 政府在協調各部門防疫抗疫的同時 還要應對來自商界的壓力 一直以來,商界都在遊說政府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 而吸引更多旅客和經商人士來港刺激經濟 帶動行業復甦 市民此時若有商界人士誤信彭博 儲率調整經營策略 到時造成經濟損失又由哪一位承擔 又或者業界以這一篇報導 拿著雞無蕩令戰 用國際輿論向港府施壓 引發更多不必業的爭端 破壞抗疫團結 最終為此埋單的 將會仍然是香港社會 單日生針破萬 軟舍爆疫 又同危台 香港現在的疫情有多嚴峻 其實已經無需再多說了 此時更加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團結一心 統一防疫抗疫口徑 齊心壓止疫情發展趨勢 而政府面對境外媒體惡意的無端猜測 缺不能採取隻眼開隻眼閉 而亦都好像今次一樣要主動澄清 必要時更加可考慮以法律制約這一種不負責任的報導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